好了 哈 你 你现在收看的是 燦燈时候会客是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总享 燦燈时候会客是 是由公司新物 takie中心 天公民行动影音 记录制标筑 我们联合了 自播的网路视讯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 我们的一些深度的讨论 来带大家去了解到 一个争议性事件 背后其实存在了 非常多制度性 或是在政策上面的 一些问题 也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让我们不是只有在看到 好像社会运动 好像都是冲突 然后非常热热闹闹的 这样一个画面 而事实上它有更多的门道 更多的议题 需要我们去关心 因为我们也常在讲说 一个国家能不能够进步 恐怕是在这个国家 社会运动到底发不发达 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 怎么去看待这个社会运动 如何从这个所谓的冲突当中 找到继续前进的力量 不管是在公事的报道 或在公库的报道 其实我们都讨论过一个议题 就是有关于社工人员的 这种所谓的劳动条件 虽然4月2号是国际社工日 可是在3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有立法委员吴郁琴 还包括前立委这个陈杰如 那我们知道有很多 所谓的社工界的一些资深的 或所谓的大佬籍的这些人 这些朋友们 他们其实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们觉得说社工的行 社工这个行业 这个工作事实上是很特殊的 可能不适用于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劳基法 或是一些劳基法的 有关于工时的规定 等等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去脱钩 可是在基层的社工人员 其实对这样的一个意见 对于这些所谓的 我们的立法委员 或是这些大佬的意见 事实上是保持着不同的看法 因为社工他不只是要劳力 恐怕也要劳心 所以在节目当中 我们今天跟他邀请到 是桃园市社会工作人员 职业工会的理事 陈欣浩来 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 这个话题 欣浩你好 欣浩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在你们在三月份开的 那个记者会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3月3号的时候 就是台湾社福总盟开了一个 就是劳机法与社福法规的这种冲突与汉格的解套记者会 那我们在三月底的时候开了一个记者会回应这个记者会的诉求 那可能就要先简单提一下 就是Witch委员他们提的诉求 第一个是他们认为就是在四周变形工时的认定范围 那这扩大意思就是按照85年的这个行业的分类标准的表里面 有提到的是社会福利服务业跟这个所谓的社会团体 那这个他们认为说 因为社会福利服务业已经被指定为四周变形工时的适用行业 那社会团体没有 所以他第一点诉求是希望 都是在从事社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都应该要一体适用这个四周变形工时 那第二点部分他是提到说劳基法的12小时的工时上限 对社福机构来说是一个困境 因为他提到说社工或社福的产业有很多是在照顾人的这样的特殊工作 所以既然是照顾的对象是人夫对象是人都会有一些临时性的需求 或者是意外的事件 那在这个状况下的话 如果说有这样的僵硬的12小时的工时上限的话 他们临时如果要去支援 在调度上面也很困难 对调度上面会有困难然后会违反劳基法 所以他希望是 而且其实也可能会造成这个案阻他的更大的伤害 这个部分的话他是提到就是所谓的 我们专业里面讲的就是依附关系 就是好像你的服务对象要认识很多 对 就是有花花班这样的工作人员很多这样子 这是他第二个诉求 那第三个诉求他当然是有提到说劳基法跟社会福利的设施设置的办法标准 嗯有汉格的地方嗯那他的记者会上诉求是说 我符合了这个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置办法里面的专业人力比 嗯但是可能要符合劳基法的这种工时上限轮班的这样的状况的话 嗯可能要多出105倍到2倍的人力 嗯那他们认为这个是有汉格的地方 这个也对很多的社福机构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吧 如果要增加这么多人力的对对对对 嗯就是他的确是一个负担 嗯对但是啊我们凸显出来的状况当然就是啊长期以来其实我们在一些 尤其是把适用84之一责任制的 有些安置机构的里面的申辅员这些 嗯那今年累月的颁表大概都是他们所谓的8加8 嗯或8加16嗯或12加12嗯那意思当然就是说在啊孩子会服务对象休息夜间休息的时候 那工作人员他其实也是可以跟着休息的嗯所以他们主张这不能算在正常公司里嗯对那这个状况其实不是一厉一休 对之后才出现的一个困境是长期以来啊啊都是这样的在轮班在排班的嗯对 所以其实这个当然这个新的这个劳基法的修正案通过之后其实以刚刚那个吴玉俊为的这个说法事实上对于所谓的呃食物上面就是在我们刚刚谈到的在这个所谓的呃社工的工作上面或是在传承的 传统我们对社工的想象里面他事实上是有一些汉格之处甚至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担那你们怎么去看他们的主张呢 呃第一点的部分的话因为社会福利服务业在里面包含了基金会或者这些暗制机构那社会团体的话其实比较多是社会用人团法成立的协会嗯但是在各地方的一些社服业务的话你只要章程上面是社会服务的相关团体嗯都可以承接政府的方案嗯所以才会出现说他们希望这些小型的中小型的协会 或者这些单位都可以一体试用三十之一嗯那三十一四周变形工时其实是变形工时制度里面弹性最大的对对那其实他就用了一些好像看起来就是实物上碰到一些困难那诉求是希望四周变形工时可以试用嗯在人民团体上面但是其实在现有的劳基法的框架下记者会上面所提出的呃他们提出的这些困难其实都可以透过比如说立夏日跟休息日嗯以七周为周期 然后另行约定的方式来避免额外的加班费的产生嗯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我们觉得他们其实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记者会 在诉求的是机构最大的经营弹性对那这个经营弹性到底对基层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他可能长期以来呃我们基层的受复者跟机构方都是处在一个当然绝对是一个绝对那权力不对称跟资讯不对称的观点在状况下面嗯对所以在现在他们的这个主张脱钩的方法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对你们基层的工作者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啊呃如果说是这个先讲四周变形工时的话就会出现那个颁表跟连续工作天数的这个可以就像前段时间劳动部提到的就是可以连续上班二十四天 对那再加上次女性业间工作的话他四周变形工时的行业嗯也是不受限制的嗯对所以呃这当然会对社工的基层社工来说我的颁表到底是不是妥善的透过劳资会议嗯嗯跟博主来安排排定的我我们是不太乐观嗯对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其实一立一休其实或者是整个国家在很多的这个劳动政策或者是其他政策都有类似的一种状况就是好我好像给你一个谈性可是这个谈性真正的去协商就是 劳资之间可是劳资之间就是把这种所谓的公共可以介入的这种方式给私有化那但是劳资之间其实上就会经常会出现刚刚提到的内部的权利关系是非常不对等的这种情况嗯在你自己的经验当中这样的一个成立不对等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吗呃其实我们公会认为就社工的这个劳工的身份跟台湾现在普遍的劳工身份是一样的嗯嗯所有的受雇者在机构在受雇的这个公司单位或行号里面其实都是都是面临同样的处境嗯嗯 就是我们要都会有什么样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嗯那这个权利可能因为劳资法它是一部特别法它也保障了其实是最基础的嗯这个权利内容那如果说呃受雇者没有办法去获得这样的资讯然后我们没有办法采定一个立场的话其实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争取嗯嗯对那甚至是有其他的权利救济的管道甚至是我们其实跟一般劳工一样都是不太熟悉嗯嗯你自己担任社工这个行业有多久的时间你自己在观察你自己的工作跟其他的工作呃 呃在所谓的劳动条件或在这个工作的特质上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嗯工作特质上因为社会工作它本身就是把自己当作是服务的工具嗯嗯那这个我们其实是针对的是服务对象的社会功能缺失嗯的状况来进行了解或协助那里面可能包含呢就是可能简单的协谈嗯或者甚至到智商或者是社会资源的媒合那当然这里面有个部分我们讲就是所谓的专业关系的建立嗯那专业关系建立对对方来说的话 他当然就是跟你这个人建立关系专业关系就是跟案主之间的关系嗯服务对象的关系嗯那可是我们其实就是要随时保持一个比较是近空的嗯状态然后透过这个会谈里面去收集这个人他所面临到的社会性的困扰嗯比如说婚姻比如说家庭教养嗯比如说经济性的比如说其他其他的这些比较社会性的因素嗯然后提供一些啊充分的提供一些他可以怎么样做选择的一些方案嗯 嗯那如果说是在物质基础上面经济安全的部分的话嗯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还是可以提供一些啊社会福利的咨询然后协助申请嗯然后让他在基本的需求上得以满足之后然后去做出比较适合他自己的选择嗯就是比较像是呃我们我觉得我们跟其他行业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就是那个服务的工具他其实就是服务业像服务业这样嗯但是这个即使是服务业在一般的服务业里面不管是在餐饮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娱乐业当中事实上我这个下班的时间我就可以结束 跟你的关系可是社工似乎不是如此你刚刚谈到说他有某种专业关系的建立这个专业关系的建立恐怕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可能要花更多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去跟你这个建立关系因为有很多的关系或是信任他不是在一个正规的场合当中他会慢慢产生的他必须要透过其他方式他才能够去维持第二个其实是在于所有的心理上面就我今天就是如果是我还是参业我就下班就没事了可是你们常常必须把这些案组也好 或者说这个服务对象的情绪情感是带到这样身上这个工作量这个压力不会很大吗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比较面临的困境第一个当然是个案他服务对象他所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会细说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案件或者是家暴的案件或者是他成为了游民或者是他成为一个身心障碍者他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或歧视或压迫这部分我们了解他的困境然后我们当然就会有一个负担 第二个部分是既然知道他的这个困境之后我们就要协助跟他一起解决他的困境所以可能又会面对到的是我们自己会知道说整个制度上或体制上的资源其实不成分 第三个部分我觉得比较更心理性的就是很多时候会产生这种替代性的创伤对替代性的创伤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尤其是在面对一些高张力的服务对象或者是他们的生活情境的时候会很容易发生的 当然就是我们也会设计说透过团体的督导或者是员工协助方案透过心理执照的部分让我们这个工作者的心理状态可以回到一个提供专业服务的状况 所以这个算是也是一个蛮特殊的行业的我们这个行业的情绪 但是以这样的一种这种所谓行业的特殊性事实上工作时间可能不是只有八小时吧 因为他其实包括刚刚谈到私下关系的建立或者是在这个感情绪一直在自己的脑袋里面 身体里面在不断的回荡那个实际的工作时间其实是非常长的啊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处理自己在处理个案所累积的情绪 其实也变成是你是不是一个好社工的一个指标 社会的要求也会很高啊 其实有点像是机构内部 社会要求当然就是发生一些重大新闻案件的时候才会去关注 可是在我们机构里面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浩劫burnout这件事情 其实是实务功能上面很容易面临的一个困境 那碰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既然这样是一个指标 我们就要想办法的去让自己维持到这个状态 我们其实在一些暴力性的业务上面 我夜间其实有些职务它是要待命的 就是如果碰到一些紧急状况的话 你是必须要出勤的 还有就是你的个案有些临时状况 你很担心你服务的孩子 这次访完之后下次还见不见得到 见不见得到他 他这次回去之后即使你跟父母谈完之后 他是不是还会被打 对那还有就是爸爸妈妈他到底会怎么样的选择 尤其是有一些自杀意念的家庭成员 所以我们如果说信心念念的在这些服务对象上面的话 对我们的生活来说 情境就是生活情境跟工作情境 其实要分得很清楚的话 对我们机程生中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 这可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有爱心没爱心的问题了 他背后有没有庞大的这个所谓的支持的系统 或者是在心理上面或是在整个工作时间上面的这个支持 其实很重要 那简单的问 在面对这么庞大的这种所谓的心理跟所谓的时间的 这种所谓的压力的状况底下 你们薪水高吗 我们薪水按照 因为我们薪水其实有个定毛效应 定毛效应就是按照委外的这个方案里面 那其实按照月聘库的一个值等 其实都几乎是在三万三左右 其实大多数的薪水都是在三万三以下 那为什么会在以下的状况 其实就有它的结构性的因素 OK 你刚刚讲到定毛效应或者是月聘库的值等 那你们不是机构里面的正式员工 而是一种专案的员工 我觉得大多数的社工都是如此 现在的社会服务的诉讼的方式 其实很多都是地方主管机关做的委外方案 不然就是透过公办名移 不然就是你提出的方案的人事补助 这样的内容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接受政府的人事补助 其实它的基准其实就是月聘库条例里面 大概一个值等了三万三 所以我们现在状况面临的其实跟 它其实就是一个有承包 跟一个承揽的关系 承包的关系 尾办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样的状况就可能就是一故二组 就是我们同时要符合这个政府的一些 方案的内容的调准 二方面是我同时 其实我直接是隶属上面 其实应该是机构的员工 但是这时候会碰到很多状况 是如果机构没有标到这个方案的话 明年那我是不是 你可能就没有工作了吗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想要讨论的事情 是社工在劳基法里面的定义 到底是不是一种继续性的工作 它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个 机构没有跟政府标到方案 那也不用按照之前 也不用按照这种方式来做进行处理 特别是这种所谓专案型的员工 他事实上是跟着这个案子 如果这个案子结束之后 他可能就没有工作 那可是我们又知道所谓的社工 社会福利的工作 社会服务的工作 是一个长期稳定 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案子 他事实上接触着这个人 他不会因为案子消失 而这个人就消失 需求消失 那这怎么办 这个整个台湾的社会体系 社工体系 服务社福体系 不是一个非常空洞 而且很容易瓦解的状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跟大家继续谈这个问题 你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人仔报新闻 十年前高雄凤山一间机车车司机的枪杀案 林金贵被认定是凶手 在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确定7年后 透过冤语评判协会的协助 4月18号由高雄高分院裁定 开始再审 并停止刑罚执行 4月21号 林金贵在遭到3116天的关押后 离开监狱重获自由 源于平反协会当天晚间陪他召开记者会 林金贵在镜头前也难也惊动 频频失累 他指控当年凤山分局对他进行不当的讯问 表示如果不坦诚 会殃及他的姐姐还有姐夫 源于平反协会理事长罗秉承也说 司法错放一个人是犯一个错 错判一个人有罪则是犯了两个错 因为司法误关了无辜者 更让真凶逍遥法外 对被害人与家属来说是再一次的折磨 他呼吁检警侦查单位应该要立即重启 王姓斯经命案的调查追查真正的凶手 位于桃圆的利益房支在3月31号无预警官场 员工104人突然失业 他们强调公司是转投资不是不赚钱 有雄厚的资本 因此要求要比照先前官场的员工 拿优于劳基法的资钱 但是老板一直必不见面 为了抗议有30名员工组成工会 要求资方协商给予两个基数的资钱费计算 更有女工在桃圆市政府前绝食抗议 4月18号 利益房支工会与桃圆市产业总工会 前往利益房支总公司 要求董事长苏东荣出来面对劳工 但是他们却吃了闭门根 因为公司早已降下了铁卷门 工会后来转往劳动部澄清 希望劳动部长林美珠协助提出具体方案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官员出面 劳工冲向警方人墙引发小波冲突 争议许久的六清深美与石油胶展研申请 4月17号云林县政府有条件同意展研 云林县政府强调审查过程依法并且严格把关 除了从源头管没加强污染管制 在东北季风盛行期间 会要求业者进行实际的减量 但是面对云林县政府有条件通过许可证展研 云林在地的公民与环保团体则认为 县府没有以县民的健康做考量 他们当天下午也来到了云林县政府门口静坐 以表达不满 他们也认为云林县政府没有做到 燃煤许可证公开资讯和透明化 当地环保团体与公民团体就说 目前地方政府与中央同样属于民进党执政 应该要更重视平行监督政策与机制的落实 透过修法禁止深煤等高污染性的能源 才能还给民众一个好的生活空间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惠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继续讨论 有关于社工师或者社工人员的一些处境 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桃圆市社会工作人员职业工会的理事陈欣浩 欣浩你好 大家好 刚刚欣浩的讨论其实让我有点点的讶异 就是我觉得现在政府里面 或者说我们看到很多机构里面的社工人员 其实都是月聘雇 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所谓月聘的人员 就是所谓专案人员 那他可能在这个案子结束的时候 他的工作就结束 这个不是会让整个台湾的社会服务 或所谓社会福利 不只是这些员工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这个被服务的对象也是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对就是资源分配的方式 都是通过标案的方式 那当然就是社工可能就会跟着标案走 那当然服务对象的话 他不会因为标案结束需求就结束 所以可能一个个案 经常转换社工是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种基层社工的劳动权益的保障 或健全化 其实就是要避免这些剥削 或者这些制度的缺失 就是最后的外付性效果 转嫁到我们的服务对象 现在一个个案 它通常 以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看 这样一种所谓的专案的方式来看 一个个案 它在一年 或是它又多久会面临到一个新的社工 如果我们假设 每一年地方政府的某一个标案 每一年都是换不同的承接单位的话 那对于这个个案来说 如果它是长期性需求的 它一年就是换一个社工 对 那如果这个社工 在这个机构里面 它也租不满一年 可能一年就会换两个社工 这是很基本的状况 所以彼此都要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不是吗 因为你要去做你的服务对象 那我们知道有些所谓的社工人员到居家服务 他可能是帮忙打扫 或者是帮忙洗澡等等 可是恐怕也不是只有这样子 很多是在心理上面 例如说可能是家暴 或是其他的这种 特别是很多老人的居家照顾 他很重要是在心理上面的一种陪伴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怎么去维系这种关系 他光是花在那个沟通的成本 或是彼此认识熟悉的成本 就很高了 那这个社会 我会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郭老师刚刚讲到到家里面打扫 那个植物大概是居服员 那社工的话比较多是做个案管 那我之前的事务经验大概就是 你服务的孩子 会直接跟你讲说 我知道你大概也要离职 或者你也做不久 你可以去问之前的那个社工 我都跟他讲了 是吗 所以变得很老练 他其实我们会说这是 我们都会说这是专业暗主 这专业暗主的状况就是 他其实都知道你想要跟他谈什么 因为每个社工的那个关系 都不是持久的 都不是持久的 所以他就变得是 对他来说也是负担 第二方面也是伤害 第三部分是 他也没办法再全然信任你说 你跟他的关系可以持续到什么样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底下 如果他这个案子是一年一次的话 那依照这个所谓的相关的采购法规里面 事实上这个人他都必须是新聘的嘛 这个新聘的状况底下 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年资 或是影响到你们的这种所谓相关的福利呢 其实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也希望卫福部 或者是各个机构去调查一下 公布一个数据 就是第一个是社工的平均年资 那平均年资其实 三年以下应该是很大的比例 对那可是对我们这行来说 实物的经验 其实才是我们 它是一种累积 需要累积的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三年以下是很大的比例嘛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就是我们的方案的这个状况 它新聘的跟着契约走 就变成是 它变成都是像是临时的被抛请的临时人民在流动 那你的这个所谓的劳退劳保的部分呢 这个就是比较实际的状况了 就是政府在提供的人事补助理念 可能都没有罗列这些 或者是雇主他在自己 雇主应该负担的这个劳保的给付 劳保的比例 雇主应该自行负担的这个比例 还有劳退六趴可能都会转嫁到这些人事费上面来 也就是你们自己去负担 就是转嫁人事费 比如说我可以领三万三 假定三万三 可是扣掉我自己应该付的 应该是三万一 三万一左右嘛 那可是通常会领到两万八两万九 就是你要帮老板帮资方去付这些 对对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长期以来在方案的这个内容里面 其实都很模糊也没有讲清楚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个行业它不只劳力 而且劳心 但是它应该得到的这种所谓的基本的保障 或是这个社会应该给予 国家应该给予的这个条件 事实上是没有 但是它做的是一个非常 一个国家发展里面会有社工 它事实上某种程度是一个很后端的 这种所谓的服务 或者所谓的协助的工作 那这个其实常常会让一个国家一个政府 或是整个人民是陷入到一种非常危险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很多在前端是做不好的 那这个前端做不到后端 它应该要收拾吧 看起来它收拾的能力是没有的 因为社福预算 我们这个产业坦白说是没有产值的 所以当然我们要说社会福利是这种后端的服务 还是一种 让大家不要对这个社会有太多过分敌意的情绪 就是所谓社会控制的手段 其实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讨论 整个国家的社福预算大概是多少 社福预算的话大概占 我记得的话大概是三成还是四成 还是没有到三成 国家整预算的30% 对30% 那其实看起来是不算低的一个比例 对 可是我们里面有包含的就是你的 应该说有长年型的这种生活津贴 支付 就是现金支付上面其实就占了很高的比例 剩下方案的委外的这个状况的话 可能就会被 其实是在30%里面的更少部分 刚刚有提到说很多的社福机构 他们事实上都是由政府委外 然后去接标这个案子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标案的过程当中 除非你有做得非常好 或是你有很特殊的关系 要不然那个标案 他常常就是这个一年一约 或是大概两年三年 可是我觉得比较好奇的 那这个事实上是一个所谓的服务的工作 或社福的工作是一种不稳定的状况 一方面其实他这个所谓的接到案子的这个 机构事实上他常常在转换 另外一个也代表的是这个国家 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能够去做的这种所谓的视野 或是他整个规划是非常非常短期的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的政策 会走到这种地步 还是那句话 我们觉得台湾现在的社会福利政策 还是比较残补性的 就是中央机关规定的法定业务之外 其实他可能没有期待我们的服务 去做一个深化 那这深化其实意思就是 就我们来说可能社区型的方案 社区型的方案可能都会 其实没有办法长出来 在这种社会服务的诉讼里面 所以他就是 法定业务只要有人做 然后符合卫服务的一些标准 那有人在做 那在外包的过程里面 他同时也把地方主管机关 应该承担的风险也外包了 因为在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 主管机关都会说 是他们的委外单位督导不中 但是可能就没有再去探讨说 人事费或人力比例 或者是在一些地方资源上面 政府应该承担责任 比如说像是安置的床数 够不够 那这些一层一层排挤的话 机构其实是接了这样的委外方案 同时更长的时候 又是把这些风险或成本 又转嫁给集成社工 那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 把风险跟成本不断的往下挤压 这种情形有多久 这个情形 就我自己的看法的话 大概是社会服务的这种 输送民营化之后 对一开始可能 大家政府还在摸索 要怎么样的来进行这种民间 促进民间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当民营化的程度 越来越纯熟的时候 再加上 的确我对机构来说 我拿到标案的话 我可以确保我一年的营运发展 对 所以大家就争相的 也习惯了去跟政府承接这样的方案 那就会变成是 在这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恶性的循环 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标案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 这种委外的方式 其实也是某种政府去控制 这些机构的一种手段 不是吗 对 虽然说这个标案的这个 投标 它其实都是所谓的公开透明的 但其实实际上都是政府单位 先找好了合议的机构 之后 然后再进行程序上的部阻 这样的一种状况 会在有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有什么改变 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民进党执政好 林万一老师 事实上他在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专业 或者说在过去民进党的这个部分区当中 过去的陈杰卢 或是现在的这个吴玉群 他也是所谓的社会福利圈这种出身的 会因为这些人的进入到整个公共的部门 或者所谓政治部门而有些调整吗 大概就是从公营事业民营化 其实那段时间也是民进党征服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社会福利也开始做 这样的一个民化的动作 但是这个民化 它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外部性的效果 它到底在这个服务过程里面 造成了什么样的排挤跟挤压 这个部分 其实一直没有办法有充分的讨论 当然有些研究已经开始在讨论说 这种服务的出众方式 是不是最理想的 其实也是有检讨 但是这检讨的状况 好像没有办法被拟定成 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推行方向 那自然而然这种新管理主义的方式 也是世界的趋势 因为大家好像说要小政府 可是对我们来说社会福利 所谓的代表的社会权 其实应该 它是一个国家的责任嘛 所以我们现在工会的立场是 我们在争取劳权 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些压力 推回给机构之后 我们想要讲的事情是 整个这些法定业务 或我们社工最大的雇主 其实是政府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 机构某种程度它也是充满着无奈 那为什么不直接去找政府就好 对 可是现在状况就是 如果我跟地方主管机关反应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它之后表案的状况 对 所以变成是没有办法 机构也跟社工一样 可能没办法团结 因为大家都要等着说 这个方案是不是会空缺出来 随时可以递步 它反而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对 它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那这当然也是一种管理的方式 国家管理的方式 也许这个部分 当然要从两个部分来解决 这个问题 一部分当然是来自于 这个所谓的劳务权 一部分来自于 国家的整个社福的政策 回到一个最基本 我们一开始关系的问题 从现在现有的状况底下 有可能去解决 你们现在所面临到的劳动的问题吗 因为对我们来说的话 没有社工 机构就没办法提供服务 那机构如果没有办法提供服务 会拒绝 机构也拒绝服务的话 其实国家的法庭义务 就不会有人承接 所以我们等于是要从最底层的 这个受雇者 社工 还有劳工的部分 去提出我们的主张 那当然这个状况 我们基准就会是 踩在劳基法上面 那整个社福的这个预算 或方案里面 其实在委外 或者是在设计上面 一直缺乏这个劳动事业 意思是我多给你加击 或是政府的这种危险加击的话 它其实会影响到的是 可能是劳退提供的金额 可能会影响到的是劳保的集聚 但是这些在试算里面 卫福部或地方组合机关 一直没有去做这样的动作 那最近的话 我们是知道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其实有开始在做这样的精算 但全台湾也只有台北市社会局 在重视这件事情 一般的社工怎么去看 自己的劳动条件的问题 一般的社工的话 怎么看自己的劳动条件问题 当然就是好像被 第一个是我们要符合一个概念 叫专业伦理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很习惯利他 第三个部分其实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在于 我们对劳动法规的不熟悉 因为当我们最近开始在办一些 台湾的各地各县市的 机材劳动论坛的时候 当我们把劳动法规 规定的工时加班 或相关的规范讲清楚了 大家才发现到原来我们 一直是在处在于一个被 机构单方面安排的处境下面 所以立场的话 大概就是从老权的维护 可能慢慢的往上谈 比如说社会福利的出动方式 整个国家的社务政策 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群众基础 所以我们一定是先做跟劳权有关的倡议 不过很重要是立己的本身也是在立他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去把自己的劳动条件顾好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好的社会服务不是吗 香港的社会工作 其实在讲的事情 社会工作本身其实是自助助人 但是台湾状况就是助人 还有一个状况是 我们常常被资深的社工人员 或是学校的老师 当我有一些提出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 尤其是劳权上的主张的时候 他就会说你这样不符合专业伦理 如果你并没有在第一时间 为我们共同服务的对象着想 你只想到你自己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不冲突的概念 对 可是这个状况在一般社工的状况 在我们养成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是真诚问的同理性 我们被一个资深的人指责说 你不符合社工的专业伦理的时候 其实会很困惑也很受伤 事实上我们的节目当中 不断的在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工作权 他就不会有所谓的专业的表现 没有一个好的劳动条件 他也不会有好的专业服务 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 这些所谓的公共服务业 不管是运输业也好 或者是刚刚我们谈论的消防员 或是社工员 事实上上街头的比例 是比过去高很多 可是这样听起来 还是很多的人不太清楚 自己的专业性 到底跟劳动权益之间 它是怎么样挂钩在一起 或者它怎么样 事实上是高度关联的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谈到说 其实我们不是在做立即的工作而已 我们事实上在立即的工作的过程 它其实在权益的过程中 也是一个利他的过程 今天非常谢谢 想要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谢谢 谢谢 我们下礼拜公众再会 拜拜 谢谢 天空的眼泪 熄过了时间 还来不见 散在手中的幸福 像是不见 心中的黑暗 灭开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神秘的动力 是愿此梦 往前走 继续的去梦想